来自台中的6月初一 以特殊数字8的造型弹卷 精准网络行销策略 创立首年就成为营收破益的排队名店 而创办人士私病门外汉 那他是如何运用行销策略 成为伴手里的新星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是刊登在 2020年1月17号 杨孟轩先生所撰写 并刊登在天下杂志的 一年营收破益两年翻倍 超行排队名店 打劫的弹卷为何论骂 小小一个蝴蝶结状的八字型弹卷 散发颠覆传统的魅力 47岁的沈绍兰在2018年创业首年 营收就打一亿 去年更是翻倍成长 然而他在6月初一这个品牌诞生前 过了7年 每日每夜无法扮演好母亲角色的日子 沈绍兰是业务出身 39岁创行销公司 帮客户架设网站做网络行销 他还身兼讲师教网络创业 累积200场演讲 公司设在台中 他每周至少到台北演讲 接案三次 假日也几乎没有休息 而且随着客户品牌越大 勤款越慢 他至少四处借钱 挖东墙 补西墙 维持营运 这样日子越过越乏味 再一次的崩溃中 他和先生商量后 决定收掉行销公司 瞄准门槛较低的烘培业 经过市场调查后 他们发现市场上的弹卷品牌林立 洗年来 福益轩 益美 甚至新兴的品牌 海边走走 口味上很难突破 所以他打算从外形改造 做出差异化 经过不明不休的研究后 沈绍兰很快就发现 弹卷一直以来都是 长条形 是有他的道理的 面团烤熟后 机台铁板温度高达180度 用擀面滚将面团卷起来 是不被烫到的唯一塑形方法 但烘培门外汉的 他却很有实验精神 和员工戴了三层手套 一直将面团捏出各式的造型 考量到好路口 容易包装运送 他们从爱心啊 金鱼啊 圆形啊等造型中选出蝴蝶结般的八字形 而接下来的三大心法 跟着他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展现的因素 心法意 懂得行销 所以敢花大钱 量产产品 台湾数十年至百年的 这些伴手领名店 都是先开私底店再打广告 沈绍兰不打算强迫 把火力集中在网路电商 跟金主广告投放 被引导进官网的每一个客人 背后都是几百块成本 所以他必须要先讲究使用者的体验 他聘了一个工程师 每一天优化网站 确保五个步骤就要完成结账 不让客户跑掉 沈绍兰也擅长与部落客名人合作制造口碑 例如艺人林彦均合作团购案 两次单量结算分别高达200万跟700万 他也不会沿目前大众所认识的品牌 都是敢花广告预算的品牌 在食品业 花10%找专业团队做广告行销都算合理 例如想做到1000万业绩 就要投100万预算 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所以在这边我们为第一个心法下一个小结论 确认品牌定位与客群后 就大胆放广告进行行销 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回收 新法二 隔行如隔山 所以更要一步步的确立制度 聘工厂作业员和做办公室上班族是不同的 他把劳基法一条一条独透 不对劲就打电话问主管机关 一直修改到可送件为止 他更将食品制程标准化流程化 定出四个步骤 详列工作清单 而巴结蛋糕的制作就贴在工厂墙壁上 沈少年不怕员工拍下栏传出去 除了早已申请专利外 他也认为仅有配方技术 没有好的管理与行销 也无法复制出成功的商品 在这边我们要为第二个心法下一个小结论 越是跨领域 就越要做彻底了解行业规则 并制定标准的SOP 才有可能在快速扩张中稳定的成长 当危机出现就要想办法让他变成转机 从那过程中沈少年遇过公关危机 刚入行的他不知道烘焙业者常添加的香草粉属于香料 一则官方脸书贴文却标榜 巴结蛋卷不含香料 结果被离职员工检举广告不死 而他马上写了新闻稿声明道歉 解决危机计划用香草籽代替香草粉 没想到这次事件不但没有影响生意 反而因为新闻报道写出 出示的是台中知名蛋卷店 民众看了更而好奇 顺势推广了一波 所以最后我们为第三个心法下个小结论 转机有时候会包包装成危机 为了冷静已对 才能拆开危机的外壳 往自己往更高处推去 好的 今天的美丽商业就到这边 巴结蛋糕靠品牌形象 销售同路双管齐下